大家晚安 这一圈现场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以巴冲突的最新战争前线的现况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事发将近一周之后 现在以色列就宣布要大规模的反攻 继以色列国防部在周四的时候表示将会动员地面进攻之后 现在前线来看到这画面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以色列将对加萨发动地面攻击 路透社的最新画面可以看到加萨边境出现了大批的坦克集结 一辆辆的坦克车按照着人员指示往前移动 CNN的最新消息指出 以色列国防部稍早要求加萨人民为了自身安全 尽快的是往南来移动 显示以军可能是从北部来进攻 根据报道大约是有110万的加萨民众 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之内会往南部来撤离 好 现在以巴冲突升温 美中两大国也做出一个最新的表态 来看到这是大陆外长王毅 他在跟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摩林在通电话时 双方也就现在的以巴情势来做讨论 他表示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症结在于一直没有还给巴勒斯坦人民的公道 解决巴勒斯坦的出路 在于尽快恢复真正的和谈 推动以两国方案作为基础要达成广泛的共识 好 同时间呢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以巴冲突发生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立刻前往以色列 他要表达的是美国对于以色列的坚定不移的支持 在12号抵达以色列之后呢 他也透露自己的背景 他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 包括了他的祖父还有继父都曾经经历过大屠杀 他更说呢 在这个国防部演说的时候 他也说站在各位眼前的不是美国国务卿 更是一名犹太人 他也说哈马斯对犹太人跟他处的犹太人来大屠杀 他是感同身受的 好 来看到这个是以色列的军方 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发动地面战了 并且宣布中断对加萨走廊的食物 还有能源的供给 国防部长甚至放话 要确保哈马斯从地球上消失 虽然的确是哈马斯先发动攻击的 但是呢 他说他们的攻击 他们的回应并非毫无理由 英国作家前记者库克也表示说 在数十年来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是进行种族清洗 并且在他们的故土上 以贫民窟囚禁无数的霸人 好 现在以色列对加萨这边 是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还有全面围困 在加萨境内 唯一一座的发电厂的燃料 现在已经耗尽了 当地就像是回到中古世纪一样 来看CN记者之籍 好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当然现在以色列宣布要全面大反攻 人道危机也成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大家就很关注了 那美国你的立场呢 在十月十号的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头 被提问到部分的问题 就是说呢 现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平民的杀戮 面对记者的尖锐提问 其实让国务院发言人 米勒似乎有些招架不住 直接跳过问题 你讲的是Israel的国务 了你 Landsat 就是说吗 就是了 Per目标 让我说 你们在因为 在以前的尽研发电话 注意力量 的是 抗起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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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决定 我们负责他们的保持一些艺术 我们负责他们的保持全球 我们相信他们的保持全球 成立的自由 你们认为许不需要尽力 尽量死人 那是一旦 你出现了什么 到了于是数人的包图 几千尼泽 在 Argentina 对尊重中 我看到一些公文 所听的公文 我裡得出现 在100% 在一千 I'm Saeed